你知道嗎? 對,要做得更好 對,要做得更好 因為媽媽會喜歡你,我不會再做你 就是這樣 那,昨天我出去嘛 在前一天呢 我就跟Jona說 我說我那天看到萊卡 Joe Bryan 好用力喔 就是 Bryan被他打了以後呢 就退縮了很害怕的樣子 我就跟他這樣子說 我說 你們千萬不要打我的小孩 我會很心疼的 因為布萊恩的性格呢 布萊恩的性格是非常要強 就是他很要自傳性的人 什麼都要做最好 什麼都要第一名 我說你不要去揍他 不要去打他 跟他講道理 他是一個就是比較喜歡 有自己想法的人 就跟他講道理 我就跟他說了以後呢 結果我昨天不在家 昨天出差了 然後呢 在萊卡晾衣服的時候 就是他經常晾衣服呢 那些口袋衣服都沒有整理 就挖上去了 就趁著這個雞粿 然後轉來就說 就是晾衣服這麼小的事情 你要晾好 太太會很喜歡你 什麼事情都做好 我們做好了 太太一定會喜歡我們的 就是這樣子 那萊卡聽了就覺得 發生什麼事情嘛 就是然後 然後轉來就跟他講 太太看到你打布萊恩了 然後就是這樣子 然後萊卡就給我發了兩段 很長很長的信息 真的是很長 我一下子沒有回覆他 然後我昨天晚上很晚回來 十點多回來 回到香港 他又給我發 然後發完以後呢 我就跟他說 oh it doesn't matter go to sleep have a good gym 我就讓他 早點睡吧沒事了 早點睡吧 做個好夢這樣子 朋友們如果是你們 你們是怎麼解決的呢 其實我覺得很小的一件事情 我是壓根沒有想教訓他的 我覺得很小的事情 因為跟你們說一下 在布萊恩四歲多一點的時候 有一次他哭著回家 他是第一次哭著回家 那我肯定是很緊張的 問他是遇到什麼事情 是不是在外面遇到壞人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那天跑得很快 在公園裡面玩的時候 萊卡跟他出去 然後可能萊卡就 感覺他跑得太快 他追不到他吧 也怕他丟掉你知道吧 然後抓到他的時候 使勁地掐他大腿 掐著他大腿紅紅的 然後他就哭 他說萊卡打他 然後我就跟萊卡講 我說你有打他嗎 他就這樣子跟我講 對呀我就是打他呀 就是 我那時候覺得 小女生吧 理直氣壯 我也不好教訓他 就算了 就是我什麼事情就算了 然後這件事情我也想算了 但是 我收到萊卡發來兩條很長很長的短信 他給我發來兩條很長的短信 就是 說他不開心 說我有什麼事情都跟專拿講 他說專拿永遠得到我的心 而他永遠得不到我的心 我有什麼心事都跟專拿講 嗯 他說 嗯 他哭了一天 這樣子講 嗯 他說他很對不起我 他說也不知道那天 我看到他打 嗯 打布萊恩 就是你們的話 你們會是怎麼做的朋友們 我是沒有要教訓他的意思 但是我看到他 哇他有點吃醋 就是說我特別疼阿專拿 我在想 我還要平衡一下 我對他們兩個人的感受 所以這件事情 我看來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我會跟專拿講呢 就是因為專拿肯定會去跟他講的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專拿不在家的時候 弟弟調皮了怎麼辦 我比較有擔心這個你知道吧 因為弟弟比較小嘛 他也不會說話 不會表達 不會表達你知道吧 所以 在這件事 我可能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第一時間沒有跟他講清楚 我心裡是有點在乎的 但是我也沒有想過要怎麼去懲罰他 所以這件事情 朋友們如果發生在你們身上 你們的保姆 救你們的孩子 你們會怎麼處理呢 那大家可以在評論下方留言 多多留言 大家交流一下 這些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